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323集 你把话说得明白点 什么意思 善于君挺喜欢康伟的呀 康伟也把家具厂的名字命名为军伟 夏小兰一直以为这两人挺甜的 康伟挠头 要不是绝对信任夏小兰 他绝对不会说这些话 自己女朋友不够喜欢自己 多伤大老爷们的自尊呀 我这不是想带她回家吗 都出了好长一段时间对象了 夜三在家里惯了名落 免得我妈和我奶奶 整天担心我的终身大事 可小善不愿意啊 不愿意 为啥不愿意 夏小兰一下联想起自己 她现在想想 自己要念完书才和周成结婚 就不该那么早去见周家人 周家固然是很关心她 夏小兰感激这一点 但顾忌着周家存在 夏小兰有时候有束手束脚的感觉 就像这次去香港 如果她都还没和周成家人碰过面 自然不用考虑关惠俄等人 会怎么看待那莫名其妙的绯闻 太早见面 慢慢就模糊了界限 她过多地参与到周家的事情里 反过来关惠俄也觉得 可以干涉她的生活了 这是夏小兰刚刚想明白的道理 康伟 你和善师姐短时间内不能结婚吧 康伟还真没有周成那么着急 和善于君处对相时就有觉悟 肯定要等善于君完成学业呀 华清又不允许再校生结婚 难道叫人家善于君为了她 连学业都放弃 想想也不可能 这就好比善于君对她说 康伟你别做生意了 回京城陪着我 不管是男女任何一方 打着爱情的名义 要求另一方牺牲都很讨厌 自愿牺牲又是另一回事 当然 最好是双方都不用牺牲 一起努力规划未来 不能结婚啊 我和小善还没说过这事 我想等小善大学毕业后再提出来 康伟怎么看她自己 都比橙子哥幸福 对象虽然晚找到 可小善比小兰嫂子高一个年级 善于君大学毕业 夏小兰还得再念一年 康伟觉得自己能抢在前头结婚 想到这点她不由笑出声 夏小兰忍住翻白眼的冲动 你这些规划最好是和善师姐谈一谈 别只顾着自己脑补 康伟一想也是 别是她误会小善了 大家把话说清楚最好 她虽然不如橙子哥长得帅 也长得不丑呀 小善凭啥不喜欢她 不喜欢她也不会答应和她处对象吧 康伟又斗志满满 嫂子 程子哥今年春节能休假吗 康伟哪壶不开提哪壶 夏小兰那个白眼到底没忍住 你问我 我至今还没联系上他人 夏小兰都怀疑 自从周成上次到鹏城 把柯一熊处理了 到底有没有回过学院 每次他打电话都找不到人 夏小兰倒不是一定要两人黏着 毕竟他自己都忙 可他连周成下落都不知道 李智告诉他 周成肯定有正事要办 还是不便透露行踪那种 情感上仍然很郁闷 就比如和唐元月的绯闻 夏小兰想第一时间告诉周成 联系不上人 只能逼他去告诉关惠娥 然后就和关惠娥有观念分歧 夏小兰郁闷得没处说理呀 康伟也替周成着急 姓唐的邀请小兰嫂子去港岛 姓杜的也不断往小兰嫂子身边凑 大有不把墙角挖穿 不罢休的趋势 皇帝不急急死了 替皇帝操心的太监 呸呸呸呸 他不是太监 他是皇帝身边的忠臣良将 康伟迟迟出片刻 那个姓杜的 我正想和你说说这事 杜兆辉几次找上门 想一起做生意 你这边介不介意 你要是介意以前的事 我就把它推了 夏小兰一直没答应 也是顾及康伟的想法 时至今日 康伟不仅是周成的发小 也是夏小兰的朋友 他一共也没几个朋友 康伟已经算关系亲近的 嫂子 你说杜兆辉司机 撞伤我的事 他不是赔了我一辆新车吗 我二叔也说 杜兆辉做了什么补偿 那件事不用追究了 当时是很气愤 事后想想 那也只是一场意外 杜兆辉不是亲自开车撞他 只是肆无忌惮惯了 没把别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眼里 替杜兆辉开车的司机 车速过快 这样的事 康伟这些人在十几岁时也干过 天不怕地不怕 骑着摩托满世界风跑 有把自己摔断腿的 幸而没有撞到路人 等康伟二十来岁时都不这么干了 可见那杜兆辉有多幼稚 康伟自觉是个成熟的男同志 考虑问题不能单凭个人喜好出发 听话听音 晓兰嫂子肯把这话提出来 说明她本人有几分想答应 她为表明自己态度 又加了一句 我不和那种幼稚的人一般见识 每天喷香水抹抹撕的算个爷们吗 这人我喜欢不起来 但不妨碍 嫂子你赚她的钱 港岛人的钱不赚白不赚 康伟可不认为 夏小兰和杜兆辉合作 会是夏小兰吃亏 夏小兰露出笑脸 瞧你把人埋态成啥样 人家杜大嫂那叫时尚 说是这样说 夏小兰也觉得杜兆辉 神似一只花枝招展的孔雀 颇有点身高不够造型来凑的感觉 太浮夸 还是他家橙子 干净清爽 一看就很想搂搂抱抱 现在的问题是 他出国也没几天了 能在出国前联系上周成吗 江武又跑了 周成狠狠一拳砸在船舱上 好不容易把江武从金三角 引到了潘宝华的主场 江武那怕死的缩头乌龟 仍然用声东击西的方式试探 不确定潘宝华是不是在船上 江武绝不现身 一艘小船快速逼近 潘宝华跳上船头 他跑不到哪里去 这是茫茫海面 金三角混乱无序 这里也是如此 他们打算一路追赶他 把江武往华国的海域捏 按潘宝华的想法 在这海上把江武做掉也行 周成总想着潘宝华 还能回单位就好了 不愿意让潘宝华冒险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只要是做过的事 总有蛛丝马迹留下 江武若是死在潘宝华手里 总归是名不正言不顺 就像潘宝华当初废掉江武一样 事出有因又如何 到底违背了单位的纪律 能既不违背单位纪律 又处理掉江武 当然是最好的 周成眯着眼睛 对 把他往华国海域捏 最好是民省一带 周成也不耐烦和江武都圈子 这都二月了 他媳妇没几天就要出国 一定要赶紧把江武搞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